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观看 你看这边图示是不是都变小了 因为它重点是要呈现这个部分 所以你可以点回去这个回首页 回整个管理界面 它是不是又拉回来 就是刚刚这边全部都让你看不到 接下来我们来看目标对象 这个目标对象 什么叫目标对象 各位目标对象的主要概念就是说 我们的网页谁来观看那个谁 这就是目标对象 然后在这个地方 这些人观看我的网页 看一张网页就是一个工作阶段 所以在这个地方大概平均观看我的网页 大概每一天有30张网页 好 那其实这个30张网页所代表的意思就是说 他可能会看这30个左右的课程 因为一个网页我就设了一个课程在里面 他可能就停留在那个网页一直在做学习 好 然后接下来在这边是不是可以看到工作阶段 就是所有这7天整个的工作阶段172 使用者142 使用者意思就是说这142个人 人次应该说是使用者 人次 然后看了172张网页 然后接下来 对不起我刚刚说错了一件事情 这个才是网页的浏览量 就是一个人他可能会看多少张网页 好 这两个的相处的数字是有意义的 就是平均一个人到你这张这个网站会看几张网页 然后离开 好 还有 还有 如果这一个人 这一个人 他 我们会希望这个人是跟浏览次数 差异越大越好 就是这个越大越好 这个减这个的差异 两个数字相减的差异越大越好 那如果说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也可以当作是那个网页被多少人看到 那这个相对的这个数字也是另外一个重点 好 那总比他只看一张网页就跳开来的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可以大概看到说平均一个人是看三张 三张左右的网页 那有没有可能有人他只看一张网页就跳开 有 这个叫做跳出率 那看两张网页 看三张网页 看四张网页 看五张网页 这都算是一个很好的行为 很好的观看行为 好 那接下来这边还有单次工作阶段页数 单次 就是 就是这一个人平均一个人看 大概看2.3次 2.3次 一个人看多少张网页 这边算下来是2.3次 这个数值越高越好 看多长 然后跳出率 跳出率 然后再过来 新工作阶段的百分比 接下来 那你一定会说 那这些为什么会是跟这个叫目标对象 总览有关 因为因为你现在你所看到 就是说针对这一些人 他的行为模式 他是他有什么行为模式 例如说他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课程主要是 这个总共 总共有176个工作阶段 其中看那个 他来自于繁体中文系统的156 英文的8个 好 甚至还有日本的 可以吗 就是这些他来做一个分类 发现还是以繁体中文为主 繁体中文为主 那接下来 这是国家 国家 看得出来 还有菲律宾有两个 中国大陆有三个 好 城市呢 城市 那为什么会是 no state 为什么会有no state 无法判断它是什么城市 这边我想不通 因为他这边说没有设定 我们的手机不是会设定 设定台湾 我们的桌子 我知道了 桌机好像只会设定国家 地区 但不会设定你是台北市 还是中立市 可是你的手机会设定城市 不不不 那个 例如说好了 你的天气 你的天气它可以抓到你现在所在的位置 但是 这是GPS 但是你的桌机没有装GPS 所以他就抓不到你的桌机在什么城市 有听懂吗 我觉得他在这个地方应该是因为 因为我的我的很多的学生他都是使用桌机 桌机是没有地区没有城市的设定 可是手机的话 他是可以抓到你是在什么城市 可以了解 这跟你们是有很直接的关系 那个因为你招生 你是不是会希望说 这个人他从什么地方 他是在什么城市来上网 我要是知道这件事情 我是不是在那个城市 例如说 你要假设你今天找出来 桃园是来我们学校就读的人比较多 那你就去桃园客运来去打广告 对吧 应该是用这样子的观念 再来这边还有浏览器 请问一下浏览器 浏览器对于你的网站 以前真的我们的网页 我们的网页 你可能会做出来 就是很奇怪 在IE上面看到是正常 可是在那个 例如说Safari浏览器 或者是Chrome浏览器 看起来就是不正常 我不想要各位 有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 可是不管怎么样 在这个地方 他就告诉你说 你用哪一个浏览器 好 那最多的是不是Chrome 然后接下来是Safari 然后Firefox IE有看到吗 IE IE居然是最少最少的 好 那这有什么意义 这也是方便我们来去针对这个 目标族群来去做网站的时候 你要考虑到 Chrome的相容器 因为这样的话 让他们都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我们的网页是正常的 然后再过来作业系统 作业系统我想无庸置疑 应该是Windows最高 可是其实这边我还是要强调讲一下 这都是在算什么 这都是在算量 你今天应该要用什么来去校正 应该要用 例如说台湾市场里面 Windows占多少的量 然后那个Android占多少 IOS占多少 应该这样子来去 用把它当作是分母来去做 就是normalization 正规划 然后去算那个量 我觉得 率 我觉得才是比较正确的做法 否则的话你只是参考一下 决定来说好了 在这个地方 用iPhone手机的 你看到12 对不对 可是你要知道说 那个我们的作业系统 台湾的手机持有率 大概一层到两层是iPhone 其他全部都是Android系统 所以在这个地方 假设我们今天这个除以20 然后这个数值除以80 有听懂我的意思吗 因为你应该要去拿那个使用量 使用量来去做校正 因为Android的手机 本来在台湾所占的比例是比较高的 它约占8成 所以假设你今天这个除以80 这个除以20 你就会知道说iOS 在这个地方所占的那个使用率 比例是相对蛮高的 有听懂 那你得到这个资讯 那个iOS这边 20分之12 大概6成 也就是说 我的学生 我的学生 大部分都是用iPhone的手机居多 这代表什么意思 我可以对他们收费 因为用iPhone手机不是比较有钱吗 还是这个资讯不重要 好 接下来这边有服务器 服务供应商 因为我的 这边应该所指的 因为我有些我是用手机 有些是用桌机 这边所指的应该是网际网路 网际网路 然后作业系统 作业系统我想 这边有看到Android反而是最多的 iOS Windows 这个应该是指手机的部分 你看这边有行动 行动就是指手机的部分 那手机的服务供应商 我还是觉得应该是 HiNet最多人使用 我们做一下调查好不好 你的手机 你的手机 因为目前只有三家 值得我们来去做一下调查 中华电信 台湾大哥大远传 对吧 我们来调查一下 你是使用中华电信麻烦局一下手 等一下 我不要算 我算另外两个 你是使用台湾大哥大麻烦局一下手 大概只有四个 你是使用远传电信麻烦局一下手 只有两位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大部分应该是中华电信最多 可是中华电信在这个地方 然后远传在第三名 第一名是台湾大哥大 台湾大哥大 那第一名 台湾大哥大第五名 那第一名 第一名那应该是台北市 我先问 所以你今天 所以你今天等于说 你的有效要本数是26 26里面 其中中华电信这边是不是9 9要被20来除 这个率 使用率是比较重要的 好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我要请你们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假设 假设今天的一个影片 如果大家都是使用 现在你们 我觉得我们没有这种感觉 如果说你今天你去大陆 你就一定会有很明显的感觉 我随便一部影片 三分钟的影片 我跟你讲 我可能要先等一分钟 他要从网络上抓下来 那是在大陆地区的网络平宽 可是在台湾你可能没有这种使用的一个 使用的就是差异性 或者是我应该怎么特殊的使用 你到大陆去你就会有感觉 假设我今天我针对大陆的影片 我应该怎么处理 第一我要降低我的解析度 因为解析度决定那个影片的大小 第二我可能我的长度要减少 还有就是我可能要把我的影片变成快播的方式 缩短我的影片 这都提供给你们参考 就是当今天那个网络供应商看到是这种情形 不过你现在看到是不是有各式各样的网络品质 各式各样的网络在这个地方 这会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是百家争鸣的情况之下 其实你没办法每一种都面面俱到 好我只能提供给你这样子的资讯 下来就是解析度 大家都是用多少的解析度呢 你看因为如果说我手机 用手机来去观看 大家的解析度是不是360乘640 那你今天网页如果做1600乘1024 那1600乘900 其实大家不需要这么高的解析度 大概只需要到 只要到414乘736 这就已经很高了 可以吗 412乘846 我觉得大概只要做1028乘720 1280乘720 我想应该非常够行动装置来去观看 所以如果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你根本就不要把它那个解析度射到很高 可是前提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手机的族群越来越多 所以你在这个地方你知道这个资讯之后 你再去做一个调整 好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是我的资料 我的这个目标对象所看到的情形 那就麻烦请你们也自己去看一下 你的这个目标对象总览这里面的内容 我现在刻意把这个区间 这个区间呈现稍微大一点点 而且我去做跟前期来去做比较 跟前期来去做比较 然后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刚是看到目标族群 可是以课程这边完全看不到 例如说年龄层 这里是完全看不到的 他这边呈现出来 也许你当这边是有点内容 那是预设 然后建议你只要把这个时间改成 这一期 例如说我从9月1号到11月19号 跟上上一期 所以这边打钩 他就从6月13到8月31 这样变成两期的比较 所以他应该在这个地方出现两条线 但事实上没有 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地方变成0与0 就是这两个的比较全部都是0 也就是说这边年龄层性别 他都看不到 都看不到 然后接下来兴趣 兴趣刚刚我是不是有解释过 那个是参考的范例 参考的范例 那在这个地方 这边我也看不到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所以在所有的兴趣里面全部都是0的 潜在目标消费者 全部都是0 所以没办法去看 好 那地理位置 地理位置在这个地方 这个所指的是 首先是语言 各位可以知道就是说 我这里面区分 这个是线站 蓝色是线站 黄色是过去过去的历史 好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 蓝色大部分都多于 这蓝色的线条 大概都多于黄色 好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在这个地方 如果他单独去看 繁体中文的改变 所以大概看到 他都是增加的 好 这边跳出绿呢 下降 跳出绿 他是下降 好 再过来 你可以大致上发现 如果说是英文的 使用英文的语言 他也都是 大概都是正向居多 可是像新工作阶段 新工作阶段跟跳出绿 他也是下降的 好 这只是提供给门昌 好像这是简体的中文 简体中文的一个改变 好 这个是语言 那还有地区 地区的一个比较分析 这边会有两张地图 这一张是现在 现在 主要 这边台湾 有没有看到 颜色是比较深的 好 相对的 比较浅一点的颜色 像大陆 还有像北美 美国 加拿大等等 这些地方 澳洲 好 然后在主要我们关心的 可能还是以台湾地区为主 你看在这个地方 几乎看到都是什么 上升 都是上升 台湾地区 但是跳出率从57.8 变到59.46 它是增加的 增加 然后接下来看完语言地区 还有行为 新访客与回访 原则上这边是持平的 可是从这个时间点开始之后 那个蓝色是多于黄色 那就代表什么 近期 这一期是有增加 这一期是有增加 因为这边所指的应该是指10月1号 看看这边 10月13号 10月13号之后蓝色大部分 是不是都增加于黄色 高于黄色 大概在这个地方有例外的状况 这个地方 那 那请问如果是这样的话 代表什么意思 这边的新访客多 新访客多 可能是到各个地方 不一样的地方来去做授课 所以会看到那个新的访客 再来频率跟回访率 这边看到这个工作阶段是这样子 然后网页的浏览量 几乎都是蓝色多于橙色 那这个是9月1号到11月19号 这个工作阶层 然后这边一样的日期 所以这呈现的内容是什么呢 因为他这边算的是回访 回访就是这些人 这些人又会再来看 好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随着时间 随着时间就是这样会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好 第一周是最多的 这是回访 参与 那技术的话 这边所指的就是我们的浏览器跟作业系统 所以这边可以观看一下 整体来说的话 应该还是蓝色多于橙色 就是现在这一期多于前面这一期 然后这是浏览器 主要浏览器可以看 Chrome浏览器 它都是以增加增加居多 然后联播网 那就是指我们的网络的使用 像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你看那个 这个可能是台北WiFi 台北WiFi这边都是增加 然后中华电信这边也是增加 这个是远传 远传这边稍微有点减少 台湾大哥大在这里 全部都下降 台湾大哥大下降 行动装置 行动装置 还有 这个是手机 像例如说iPhone的 iPhone的 这边有看到这几个是下降 然后接下来iPay iPay这个下降 这个也下降 所以在工作阶段 用iPay的这些人 这边工作阶段是上升 那本机 这是其他装置了 其他装置 还有就是用 这是Sony 神兽 你看他应该 这样子手机 他应该可以知道 这手机是什么厂牌 所以这边 可以去看到一些手机的一个 消长的情形 好 那 这个应该就没有提供了 置地 基准化 使用者流程 我想这边剩下 你们就自己去看一下 自己去看一下 请你们把 就是 刚刚这边目标对象 目标对象 就是说 我们 重点是要知道说 我们的目标是 来自于什么地方 什么 地方 像例如说台北 台湾最多 还有 年龄城 他们有秀出来 还有 那个 性别 但是他有秀出来了一些 像例如说 他的行为模式使用什么样的 屏 手机 然后使用什么网络性质 这些他都呈现出来了 当然 当然 各位可能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说 像这些东西的一个计算方式 在POWBI都不是很困难 对 说 对 我 不能 我的 我 好,我们来看最后这个使用者流程 这张图你们可能要看懂 我们我觉得这张使用者流程看懂 然后做的简报应该会比较好一点 来,画面就用一下 当你现在点进去使用者流程 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有很多项 例如说我们挑,我们可能比较容易懂的 好,例如说好了 假设你想要去看说它是使用什么浏览器 因为浏览器跟网站是有关系的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因为我们是有两期的比较 所以发现Chrome,使用Chrome的它是增加38% 然后第二名使用Suffer,也就是用iPhone来做检视的 它是下降的 好,然后不过这个已经占了整体 就是假设这是水管图 就是说这边总共的流量从这个地方一直算 算到这个地方 例如说这边流量是 这边流量就是加上这边这个流量 加这个流量 然后发现这么多的流量 其中流到这边的约占 就是这边看到是780 也就是说这里面有百分之 百分之 这是占38% 然后这里 这是上升38% 它实际占可能占到 我觉得九成 九成左右 然后这里面有一半全部都是指到这个网页 指到就是从这个网页开始 好,这是水管图它的特色 然后也就是说 如果它今天是用Chrome浏览器的话 它是先到什么网页 知道这件事情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帮助 所以你就必须要去设定这一张 就是网页的一个流畅性 比如说到了这张网页之后 它接下来主要的又是到这个网页 课程内容 有看到课程内容 占比较多数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去了解 这个课程内容 应该是我们下一步的重点 好,那我再换一个 换一个来去做说明 例如说语言 从这个水管图来去看 大部分都是繁体中文 大概占了多少 应该有九成 九成 然后那 繁体中文的 它开始的页面都是这个 我们的首页 首页 然后接下来它会 最初的互动 是直接跳看大数据分析 大数据分析 这个网页 有看到吗 好 这边 留到这边 留到这个地方是比较多的 那 这边这个分析叫做 主要 主要的项目分析 好,例如说 城市 虽然我这些人 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台湾 但你有没有发现 没有设定 它是什么位置的 没有设定什么位置的 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看到 有蛮多的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这边有一个中立 中立 这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中立 大幅的上升 这个是哪里 台东 是不是 台东 好 台东这边 大幅的上升 有看到这件事情吗 就是地区别的 城市别的一个差异 可是你记住 这个只能看到手机装置 因为我们的那个学生 如果说他比较 你要是知道说我们的学生 最近浏览我们的网页 是哪几个城市的学生 居多 你应该就是假设做广告 应该做到那几个城市 这样会比较好 这是提供给你们参考 我觉得说你们等一下 可以看一下 使用者浏览 然后这边切换到城市 看看这个 因为你们的手机的使用者 应该会比我多很多 只要他用手机 你这边就可以看到城市 城市的差异性 你有没有发现 桃园是下降的 桃园市是下降 这个是马公 澎湖 澎湖 好 那就提供给你们参考了 来请你们看一下 那个目标 族群里面的使用者流程